NBA每个球星最像笑江湖的谁 请最少举五个例子并说明原因的 令狐宠的话 这个人本身也得是风流地坛 挺受这个女性欢迎 在联赛当中级别本身也得高 他这种啊 目前来看年轻一代令狐宠到底是谁像的 德文伯克差不多吧 也算是吧 那谁吗 他的师父老爷是克里斯保罗 那就是君子健 岳不群 克里斯保罗 表面挺伪善的一个人 当然具体克里斯保罗个人的性格具体如何 我不太清楚 我只是根据就是他在场上场外 综合的一些表现 给出的自我见解和分析 毕竟体育嘛 经济体育本身是个娱乐 这就是工人评论的 那你有什么看法都很正常 都可以讲出来嘛 他们也是公众人物 经济体育权 这很正常 所以克里斯保罗就是岳不群 而这个德文伯克呢 属于是风流倜傥 英俊潇洒的令狐处 据说德文伯克平时没事也 这个愿意喝 喝点酒 自己媳妇 或者说自己之前的前女友 这个赞纳呢 相当于是任盈盈了 任盈盈 魔教教主 那个 任我行呢 差不多就有点类似于谁呀 类似于这个 赞纳他的家长 差不多 赞纳家长也是 注重赏业啊 在北美地区也算是声名狼藉的家族 当然对于金钱呢 很多普通人还有一种崇拜 但对于他们的做法呀 之前据说 赞纳他大姐 金卡带啥 就那个录像带事件的 据说是他 母亲授义 你要不能说这个家庭 玩娱乐圈玩的明白呢 玩的通透呢 根本不在乎其他烂七八糟 正纳 表面明解 钱挣到手里 落在维尔 这是这个家族追逐的 自搞的 形式风格的标准 这就是任盈盈就是 赞纳了 詹姆斯相当于谁呢 詹姆斯相当于是 五月盟主 谁呢 之前那会儿有一个吗 竞争五月盟主 泰山败掌门吧 对 着冷禅 詹姆斯就是着冷禅 詹姆斯曾经啊 有机会 学辟邪剑谱 为什么没学呢 詹姆斯感觉 这玩意儿我学完了之后 我都是非男儿之神了 我怎么能够顶天立地 堂堂正正的 面对列祖列众 列众呢 立于天地之间 我有何掩面呢 所以 詹姆斯当时有机会 学这辟邪剑谱 根本就不学 我宁愿与强敌对抗 对方谁学了辟邪剑谱了 我跟他打就完了呗 所以这詹姆斯呢 人还是有正 挺正的 有一定的底线 就像说他有一些手腕 可能说 做法这话 也让人整意 甭管咋地 这个人是有底线的 绝对不可能干出来那种 学辟邪剑谱的事 所以詹姆斯当时 还可以 就是自学武艺嘛 实在不行 我就是 纠结三五好友 这也都属于正常 绝对不会投敌 这是詹姆斯 辟邪剑谱 那就很正常 很显而易见了 到底是谁呀 到底是谁学的 辟邪剑谱 选择追逐力量 完全不择手段 甚至被其他人形容为 女子体操对得远 这就是不好 直呼其名了 多少给其留几分薄面 不好直呼其名了 到底谁是那个 那里边那个 林平子啊 NBA球员嘛 杜兰特确实挺像 林平子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比较来的